今天由于时间比较紧,大家发言没展开,但是我觉得有些观点很重要。 我在这里有些很有价值的观点,我在这里再提一下。 一个就是,有的同志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,实际上就提出了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,它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。 按照这个观点,我们现在恢复公有制的诸体地位,这也本身就是改革的要求,这是一种我们社会主义所要求的这样一种本质的改革。 这个观点我觉得在当前提出来也很有价值。 第二点就是,有的同志提出来,要以宪法为武器进行合法斗争,强调以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。 所以,宪法武器就是坚持宪法所规定的一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,这在当前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力的斗争武器。 第三点就是,批判了分配决定论,就是造准了这个两极分化的根源,就是在于实际上就是私有化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,这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源。 就分配啊,就分配啊,是不能解决两极分化这个根本性问题的。 第四点提出这个,我们要查好这个防止进一步瓜分国有企业,这一场这个硬仗啊,而且要迎合公众阶级。 也要增强公众阶级的领导,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杂货的根本。 我们必须一切地联系工人阶级,依靠工人阶级。 这是我们取得根本胜利的保证。 第五点提出这个,我们要有个信心,就是相信我们多数党人干部是好的。 他们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。 我们要用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,发动或者教育这多数党员起来斗争。 第六点,有一点提出,我要注意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。 这个当前也很有意义,苏联是先缺之鉴的。 就因为搞修科疗法,搞苏联的抗台,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,来精行我们自己。 这个问题,我觉得提的也很好。 另外就是,很多同志提出的一些具体的建议,这也很有价值。 例如张贵之同志提出,要从正面多宣传,多推广,重新模式。 就是在今天,有特殊的意义。 还有,向景全老师提出的,要进一步揭露佐利克,世界银行,货币基金组织,经贸组织,他们的本质。 这个在当前也很有价值。 他们本质上都是帝国里的代理人。 还有,那同志提出,要在当前呢,要宣扬像杜江国这样的,敢于斗争这种精神。 这个在今天,也有特殊的意义。 还有一点,就是有的同志提出,有一个怎么维护稳定的问题。 就是,花钱买稳定,是一种消极的维稳。 这种维稳观点,实际上是不能从哥们上解决问题的。 应该认清,实际上这个西华派,汉奸外国集团,这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。 跟他们作斗争,才是最根本的维稳。 我觉得这个观点,应该树立起来。 总体来说,我感到大家谈的还是很有价值的,很有意义。 这个问题的本质,背景,和我们具体的应该采取的什么对策, 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。 我觉得大家谈的很好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